据路透社17日报道 美国农业部周四16日公布数据 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同一周 中国买家取消了3247吨美国猪肉进口订单 报道称这些订单取消是在截至5月9日当周发生的 是于一年来最大规模的订单取消 此举是对规模达65亿美元的美国猪肉出口市场的一大打击 因为出口对于蓬勃发展的美国肉类产业至关重要 从2007年起 中国从猪肉进出口国转为进进口国 进口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 根据海通证券研报 2018年来自欧盟成员国的猪肉进口量 占中国进口猪肉总量的60%以上 其中德国和西班牙分别以22.8万吨和22万吨列举前两位 加拿大、巴西、美国分别以16万吨、15万吨、8.6万吨 被列第三至第五位 此前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合计是美国猪肉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在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 美国农业部门是受打击最严重的部门之一 由于中国发生非洲温猪疫情 数月来美国农业部门一直期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猪肉 但产业分析师表示 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国对美国猪肉加征关税 显示中国增加猪肉进口的意愿下降 另据美国农业部数据 今年稍早 中国在2月28日当周取消了53吨的猪肉订单 3月21日当周取消999吨 4月18日当周取消214吨订单 市场分析师表示 周四取消订单的消息 令受猪肉期货市场承压 令人失望的是 这场贸易摩擦可能持续数月 意味着对猪肉的关税提高 路透社援引Uter Financial Services 大宗商品经纪商 丹尼斯·史密斯的话称 这种情况本不该发生 由于非洲猪瘟疫情 我们应该向中国卖很多猪肉